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 12月1日 星期三 今天 在財經界也是大件事 因為 道指大跌650點收市 原因就是聯儲局主席鮑威爾表示 要提前幾個月 縮減買債計劃 即是減QE 也有機會提早加息 他的言論觸發道指急跌600點 銀行股首當其衝 納指也跌 200多 他們 基本上在12月的會議就會討論是不是結束縮減計劃 鮑威爾跟美國的財長耶倫一起出席美國國會參議院銀行委員會的季度聽證會 在答問環節 鮑威爾表示 通脹進一步上升的風險增加 物價上漲 以及 武漢肺炎疫情造成的供應鏈中斷有關 現在美國的通脹率 已經 到了危險 因為 通脹是暫時性的 現在 要放棄的言論 這個言論也導致美股大跌 現在美國的 通脹率是不是很高呢 其實也是 因為 主要是因為中國的生產線很多生產不了 很多貨是短缺的 而且航運的問題 大量的船隻停泊在美國的港口外排隊 不夠 做不撤 所以現在的美國貨 很多貨物進去美國的供應 是短缺的 當然那些東西是貴的 加上油價一直以來 油價升了很多 在油價的帶動之下 核心通脹也是 加劇了 原材料的價格上升 導致大陸的製造成本上升 轉嫁到美國當然再上升了 說完之後 令到黃金下挫 現在是跌到11月4日以來的新低跌1772美金 美金跌 如是 人們覺得 金也是沒有用的 因為美國會加息 接下來加息 當然會對全球造成很大震盪 這節我們分析一下美國經濟以及 這個通脹的問題 說之前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會有一個呼籲 我們最近 擴展了我們的業務 我們現在有 早上新聞 也有晚間新聞 早晚報一報 有些我們漏了的新聞 有些我即時發生的 希望他們補充 大家聽我們就知道發生甚麼事 我們也 找了人做我們的娛樂節目 說一下娛樂新聞 希望補充多一點點內容 也請了一位大學生 對賽馬很有心得 請他們幫我們做賽馬節目 逢色跑馬前一天就會播出 接下來如果有其他環節 例如我們有些朋友建議 說一下 足球 當然不是純粹賭球 對足球有研究的人 說一下球 不知道會不會多人聽 另外我也想說關於多一點歷史的故事 如果有朋友 有興趣的 其實可以跟我們聯絡 因為我對於歷史也很有興趣 我們再說回 現在 我們的 呼籲 呼籲希望大家 如果經濟許可的話 去光顧一下88的盤菜 盤菜 當然價錢貴一點 不是一般幾十元的東西 小的盤菜也要900多元 大的要1000多元 所以 能力比較 富裕一點點 鬆動一點 可以支持一下 因為上次 賣盤菜 被藍絲整股 有幾十個訂了沒有來拿 變了又浪費了 東西 亦虧了本 這次 希望他先收到錢 大家支持 通常都不會那麼做 有些真的是 糟糕的藍絲 我們繼續說回聯儲局主席鮑威爾 拜登已經提名他連任 繼續做下一任的聯儲局主席 意味著 他的立場 是會貫徹下去的 不會換人 現在美國的經濟政策 也是跟這個息口 很大關連 原因是美國 那麼多輪的QE 使得把息口推到低無可低 但是 由於 這個 應該說是去年 武漢肺炎 再到 全球肆虐的時候 為了救市 其實美國是加碼QE的 當時是特朗普時代 特朗普主席的時期 他是加碼QE 使得 全世界的資金進一步氾濫 也使得 股市由低位急劇反彈 跌了成萬點的股市急劇反彈 由低位升上來 差不多一倍 但是聯儲局 一說要加息 全世界的股市又是大跌 原因就是 因為美國始終是最穩固的 當你縮減這個買債規模的時候 意味著減QE 那麼外面的錢很多時候 都要回到美國 加上你 加息的問題 人家寧願把錢放在美國 穩固的吃息 所以 那些避險的東西全部都大跌 股市也是跌得很厲害 股市 上個星期 跌了900多 當然那天跌了900多 因為不多不少 受到 變種 Omicron的 威脅 現在 他們有些人 說 看清楚一點 也未必是 影響到那麼嚴重 始終 大家要看清楚一點 不要那麼慌張 我們看到美國的通脹率 主要有幾個原因 影響到的 主要就是貨物的供應 是不夠的 為什麼貨物供應不夠呢 這個跟中國限電也有關的 中國限電 的確是推高了美國通脹 原因就是 你的限電 你所生產的那些貨物 就變少了 出口的東西就變少了 貨物減少 自然的價格會上升 供求問題 第二個問題 是原材料價格上升 由於 這個商品 在 近一年來 處於大牛市狀態 金銀和鐵石 除了黃金之外 實際的工業用的 金屬 貴金屬 石油 石化產品 小麥 大豆 任何東西 其實都升了很多 這些原材料價格上升 當然是會推高通脹 因為麵粉貴了 麵包製作出來 一定會再貴一點 加上燃料也貴 全世界的 天然氣 石化也是升得很厲害 一系列的問題 變成現在美國的通脹 就開始浮現到他們覺得 不行 因為以往聯儲局只是看著通脹 通脹 就要加息 平衡通脹 但是通脹現在他們初初覺得是沒有了道的 也是暫時性 不是 現在的說法 通脹已經不是暫時性了 是 好像洪水猛獸 隨時準備撲過來 那麼 他們要做的是什麼 做的是加息 要平衡通脹嘛 你有通脹就加息 一旦加息 外面 尤其是第三世界的貨幣 糟糕 新興市場 即是 南美洲 印度盧比 土耳其里拉 俄羅斯盧布 類似以前的巴西 全部都是大跌 土耳其里拉當然是因為他自己本身國家問題 但是加上美國加息 可以說是雪上加傷的 美國現在的通脹問題 也是使得金融市場出現了一個很大的變化 就是錢 全部都被抽回美國 外面危險 使得 中港股市更加危險 中港股市 是 市升 大維升 不跟升 但是跌跌跌跌 一定會跟著你的 我們之前跟大家提及過 印度股市試過連續七天創新高 而且現在還是處於歷史高位 其實 不論是美國 不論是歐洲 不論是日本 日本是近十幾二十年的高位 即是泡沫爆破了之後的新高 大部分的股市 除了中國和香港之外 全世界的股市 都是站在歷史高位 那麼這個代表著甚麼呢 代表著香港股市的問題 就是因為 它是比大陸 太影響了 裡面現在港股的成份比重 大部分由一堆大陸股 去組成 大陸不行 首先 不相信你的數字是真的 你看到 他做的實業 是沒有人走的 反而做的虛的事 幾百個倍 高PE的東西 反而會升 比如比亞迪 騰訊 他的PE很高的 但是他會站在很高位 當然 高位已經跌不下了 但是相比起他幾年價格 他會升了很多倍 現在 大陸的股市和香港股市出現一個問題 我們要說 就是 升 沒有他的份 跌一定跟著 如果美股接下來出現一個大跌 真是 如某某這個 燈神大師說的 美股要跌一萬點 廣股也要跟一萬點跌 美股跌多少 廣股也要跟多少 升沒有你的份 跌扣喉扣得 扣到黃膽 水也扣出來 所以 大家 真的要注意了 接下來 港股逢高位要減持 一反彈就要沽了 市場受不了 這節時間先說到這裏 拜拜 敬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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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